叫好禮喔 叫好禮 當你懂得了 體諒 你的生活在也不會惆悵 當你明白了 這道理 你心情將會更開朗 人人為我 總是蓋蓋蓋蓋 所以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攤子 也學會吃粉 打敗 最後身體也出問題 所以決定要改變自己的靈性 但是要怎麼改變呢 我們就趕緊來看今天的告訴我 這是我去家的時候 那個蓋房子的人 他知道我很投入磁劑 他就說他要幫我盡長相思豆 結果有一天我們家在漣漪的時候 我看著說我們相思豆 看著說他開花啊 我看著說他開花啊 那可能就是真的 要很認真做慈濟責任重大 那個時候我就這樣想 很多人來我們家的時候 慈濟人來這裡漣漪的時候 看著他開花 對 現在越簡單越沒有慾望啊 那種慾望齁 那種有慾望的日子很苦 對啊我要什麼齁 我看著塞東西 我就是要把它買回去 看人家遲高 我就想我也要做 看人家遲高 看人家遲高 我特別要遲高 我那個師匠要撐回來 是因為我去慈濟之後 我一直在上這個 只要有教育的課 我都去上 其實有一些教育的講師 來講教育 然後我一直長期欣喜 然後讓我有觀念 去教育小孩子 我根本不會教孩子 以前我就是 一支政策給他寄這樣而已 就是長期受到這種 上這種 在慈濟上 上這種教育的課 我改變 而且我在慈濟 兒童班都七年了 兒童班現在我已經去慈濟 那我兒子還沒有去慈濟 我就在慈濟七年了 然後在大媽媽也七年 長期接受這些教育 讓我改變的 讓我改變的 那時候大概是二十歲吧 因為我想說我也會運樂啊 所以我也很想要學吉他 所以現在就學一段時間 所以智姐妳是跟得上流行的人 對啊 我也有去學鋼琴啦 學一段時間 很大的時間 我對音樂很有興趣啦 不過我覺得我學不起來 學不起來 現在孩子有機會讓他學 那這個大概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出社會 比較成熟一點的啦 年輕的照片不多 再來就都差不多進入慈濟了 大部分這一張啦 這一張是 這一張是我去一個 那個拍那種明星照的那邊拍的 他叫我給他做廣告 做過那個摩托車的廣告 那個陳文斌那邊 他說去那邊拍的 去攝影 我都去攝影 我都去攝影 我也要來攝影一些明星的照片 然後他就 他就說我要拍一個摩托車廣告 啊可不可以幫我拍啊 啊就是說他沒有給我錢 然後就幫我拍那個廣告 就拍那個廣告是穿那個比基尼的 然後外面套一件外套 然後就把它撥在那個 中國時報的頭版那裡 一大半全部都是 都很大片的啦 結果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爸爸有看到啊 他說喔 那個那個不搭不解 不知道什麼 所以我都不敢擾下來 啊是還好啦 他那個摩托車雜誌啊 都有在封面 放在封面嘛 對啊 他就還有穿外套 我習慣就是一定要東西 手机 手機都掛到幾雙手啊 噔噔噔噔啊 白天就是都拔高票了 晚上都叫人家去打牌 几乎都没有在睡觉了 整天都想要贪钱而已 所以就身体是总控了 然后就去 就以前跟我说 你已经早期感应化了 要注意 听到这个名字 我走一条 那时候我就惊醒过来 好像在梦中醒过来一样 下来 走一条说我可能什么都要归零了 我的什么欲望什么都没有了 要贪钱也没了 我都觉得好像世界末日那时候的心情 所以我就又把孩子都带回来 又把孩子看出来又回来 回来又回来家去住 回来住 我的人生才转变才走入吃鸡 那所以刚好孩子是接近一年级 我的師姐說 啊不然你就去兒童班看看 那我就進去兒童班 帶他進去兒童班 因為我覺得真的可以走這一條路真的很好 所以說 我覺得我一個小小的動作去關懷 然後就可以接引一個人改變他的一生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很用心去做 都做得比較... 比較快過一個啦 你女兒今天在做主席 你感到有贊成嗎? 有啊 他做主席 我都不敢反對 他開心就好 你有感覺他比以前比較沒用嗎? 比較沒用就出了啦 要給他煩惱嗎? 不會啦 我不會感到啦 他這樣齁 這樣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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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不會倒出就太容易 就沒了 哈哈 他敢反對他沒了 啊 像他們長出去那些鎖魚啊 很溫暖啊 是啦 那像這個山路你敢不敢擔心? 不會啦 不會啦 我都不敢感到那些啦 他人家開心就好啦 所以你這個女兒今天很獨立嗎? 是啊 都不用你感到 我都不夠煩惱啦 那他都會想啦 他救我才會想下去啦 我是說頭髮又找一個做棚 他煮一個做的都不愛 他說這樣會很麻煩 整身做煮一個 我媽媽說 整個時間都在那裡 我媽媽說沒關係,當作會出雞啊 哈哈哈哈 你都這麼快會開喔 對啊,他就在家裡 他想說 也要為大家服務 他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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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憂鬱鎮 憂鬱鎮四五年了啊 好在有余甄師姐的陪伴啊 不然我現在也不知道變成怎樣啊 在我發病的時候 好在有余甄師姐 都拿藥 拿藥給我吃啊 安慰我啊 他都在背著你的生活病 對啊 他走到牆裡吃藥 他走到牆裡我都會比較帶啊 所以一座十距離的對於一座十距離 對,還去關懷老人說故事啊 所以你現在心情很快 很開朗 很快樂啊 對啊 就是有一個師姐啊 他說叫我帶他去 他有憂鬱症 叫我把他帶出來 那個師姐 白天比較沒有空 我去了以後 我就跟他 結上這一份臉 我就開始把他帶出來 就是有活動一直 要他出來 剛開始他也不想出來 對,都每個人都吃了 還跟她說吵吵吵 出來之後半死之後 現在他齁 都把我吵吵吵吵 好像多撿了一個女兒一樣 撿了一個女兒子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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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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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的工作已經很忙 還要不要去吃 我還要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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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 剛才那些人家沒有吃 就讓他們在這裡照 找事情給他做 對 純粹是 給他一些生活體驗 對 還有跟人群接觸的一種學習 這也是一種教育 問題是說要賺錢 現在 如果說 欸 讓孩子去學習 炒事情給他做也不錯 讓孩子去做 對 好 你知道那裡假日都會來嗎 對 幫忙去照顧 對啊 剛開始就是說 我剛才是說 買我們兩個來做啊 後來全個信念說 生理也不是很好做 不是很好做 然後讓孩子假日這樣給他們做 那我就轉個信念啊 讓他們去學習 也是一種教育 後來遇到什麼挫折 都在轉信念 就當作說 讓孩子去學習 我們 我就買一些 批一些東西回來 讓他們學習去賣 一個人要成功 都要他的態度 就是要讓他學習他的態度 態度決定他的高度 然後如果我打牌下去 我就不知道說 我要打到當時了 打下去 我就希望說 人家都不要疲 那如果人家打牌 我就很怕人家說 不要餓的 都餓到說 人家都不要餓 不要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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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燙 對 我覺得我以前的人生 就是這樣 很沒有明天啊 就是說 如果睡不著 我要吃藥仔吃一顆 睡不著又吃兩顆 吃三顆 我不知道說 我明天要吃當時 要切起來 心情不好 喝酒 喝下去 一直喝到 喝到 喝到 死死風 我也不知道 我每次要切起來 都沒關係 明天的事情 明天再說 沒有明天的沒關係 就是這樣 那現在我也是過 沒有明天的生活 就是說 我把握現在 對啊 每天都自己的 每天要做的工作 來做好 因為 從特色開始 我就說在這個環境 我都沒有帶去玩 所以就習慣了 習慣假日的時候 就是拍 志工的事情來做啊 平常我就是出一支枕頭 跟他說 我先做好以後 然後你 他就知道怎麼做 他就做啦 我們要幫他擦 孩子也都要擦 那他就是在這種地方去訓息 之前的啊 他真的就是常常就是 開車的時候 然後跟我就是 就是 講我跟他頂嘴 或者是什麼的 還有之前有一個那個姊姊 然後 就是常常在車上 就跟姊姊吵起來 因為那姊姊很 就是很會頂嘴 對啊 啊吵起來就 我媽就會說 要開車去撞牆 什麼的 對啊 然後去假裝開一下 啊後來還是沒有撞 對啊 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很緊張 小時候 不懂啊 就很害怕 很緊張 對啊 還有常常 睡覺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他那個 圍巾還是什麼布 他就穿上去掉 對啊 對啊 就很恐怖 對啊 就是 常常在 就是 流著眼淚 然後就睡著了 哈哈 很恐怖 然後那小時候就 很害怕這種事情 對啊 怕死去媽媽 對 那其實媽媽的過程 是因為是辛苦 還有這些壓力 嗯嗯 就是 可能是工作上的壓力 那些的 然後就有一些 就是心情就會很煩躁 很急躁這樣 對 進來慈激就是要改變自己嘛 改變自己的個性啊 所以 我也願意受調教 所以說每一個功能子 我都想去學習 好了 像我來這邊 有沒有 當作工是休息 那上人說 玩不一樣的工作 就是在休息嘛 平常我們在社區啊 社區有什麼活動都參與 這樣一直走一直走 就是來這邊也是 可以讓我的心靈沉澱一下 換一個不同的工作來做 我的觀念不是這樣想 我跟我說 沒有要讓孩子做工作 其實就是他 自我 因為我第一次開始 我就這樣想 以前我 以前我 像我哥哥跟我弟的小孩子 我最近做好 我就是人家出來 去吃好料而已 我就是拿炭子 我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我這次去吃好料 他吃到什麼好吃的東西 快出來來品嘗 我給他吃幾天 我跟他講 因為我自己遇到五場嘛 那遇到五場的話 我感覺說 如果有一天我 萬一不在的小孩子 什麼都不會 我感覺小孩子就是 要讓給他工作 培養他的工作能力 就有那麼大生活啊 所以要給孩子做 才是對他好 我沒辦法再次做就是 就是你害他的啦 哦 山椒手 小孩子 本來我都會小孩子的時候 我跟他說 都會他教育 說很好的爸爸 然後後來我想一想 你不能給孩子這樣的教育 所以說 現在他爸爸長大 那爸爸很短的腳踏給他 我就不會跟他阻擋 說你自己 你自己 跟爸爸也要聯絡 你可以去聯絡 我不會跟他打 那是你的親情 要不要取得隨便他 你知道我會教他 教他講 講恨 把那個恨講給他聽 然後後來我想一想 想說我不能這樣教育小孩子 因為我把恨講給他 造成他心中也會有恨的話 他就過得不快樂 那我要讓他過得很快樂 就是要寬容啊 就是寬容每一個人 愛每一個人 甚至他爸爸跟他有學有關係的人 爸爸如果有找到 就找到 沒有找到 不要去想說 爸爸有沒有來找你 有沒有責任什麼 不要想這些問題 跟爸爸有言 就跟爸爸聯絡 結果沒有言 就切都碎眼 我就會這樣 這樣做 所以他爸爸 有時候看到聯絡 我們也會 我們也會 會看他看 會看一遍 你說 你也不該愛人 你的心中滿是傷痕 你說你煩惱 不該分錯 心中滿是灰痕 你說你曾經 要生活的苦 找不到 可以相信的人 你說你感到 萬分沮喪 甚至開始懷疑人生 早知道傷心 總是難免的 你要何苦 遺忘情深 因為愛情總是 難捨難分 何必在意那一點點 完全 要遲到傷心 總是難免的 在每一個夢醒的時分 媽媽幹嘛 我很幸福吧 現在是世界上最幸福 什麼都沒缺 菩薩對我很好 真的 他讓我體驗很多很多 讓我這麼多客氣鍋 讓我嚇 所以真的要很感恩 感恩每一天 每一個人 他說想看 還有什麼 自己建議 自己設計 五月 千五年 四月 十四月 十四月 十何月 十三月 這裡有雙跡拳 到底會是我的小時候 都做的是孩子 還有還有再來 一直都在這個時間 還在睡到不知道人家 還在床上晚上睡覺 不可以一時空睡覺 在黑暗的房間這樣睡覺 不可以一時空睡覺 不可以一時空睡覺 一直睡覺 所以現在陽光已經走進來 走進慈濟 就像我的心中看到生命的曙光 因為我也是有很多感動 所以讓我這點心的改變 在慈濟裡面遇到很多生命中的貴人 很多人都這樣包容 跟我們陪伴帶出來 來 來,那燈燈師姐 謝謝 那個 佛光區就是那個雅洲 跟妳旁邊走 有一個10號 它是說在9號 10號跟11號是佛光區的 那剛好在朋友介紹一個姻緣的機會之下 她很慶幸能夠遇到余真世界 她把妹妹事如己出 那不願無悔的再付出 很感恩 所以我還是會覺得說 怎麼講心存善念 自然而然你遇到一些挫折還是一些瓶頸 自然而然就會有貴人啊 有就是來幫助你這樣 對 阿伯阿伯大家好 我看你今天最高興耶 一高月來唱歌唱一代給你 對 真高興看到你 祝你大家平安 三貴日子 你一高月來唱歌唱一代 唱歌很開心喔 對 我們是一家人 人當混淆 一次的人上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余真師傑說 以前賺錢是有享受 說感情是希望找到人生的外國 所以不顧一切 拚命去追求 不過總是不快樂 往來再面別 要轉念 減少欲望 簡單平凡 這樣人生翻託回來再開看喔 掃根菩提 很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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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進來慈濟 人們都不知道怎麼過去 我禮拜都沒有人沒看到我的時期 都把罪惡都藏在裡面 像有一次上人講的 請等洗澡 拿出來懺會 這樣 懺會就是修行的開始 我們那些 嘴巴都拿出來洗一洗 讓百度是清的 不停中 一人發心 難言生生世世都在不停中